新闻一开始 但您关心 发生在上个礼拜天的台中夜店大火 造成9个人死亡的惨剧 台中市长胡志强 昨天到市议会做专案报告 除了鞠躬道歉 已表示将在两个星期之内 把事件调查清楚 到时候该负的责任 他不会逃避 民进党议员 赞助主席台要求台中市长胡志强 针对夜店POP造成9死12伤 做专案报告 已上台台中市长胡志强 深深一举功表示歉意 以市长的身份 对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表示为真诚的歉意 对不起 两个礼拜可以查清楚 我有责任 别不逃避责任 支撑公司的 非战指寸 针对大火提出的专案报告 无论在京发 都记和消防局等单位 都说自己没问题 一切合法 这说法也惹闹议员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难道是那九个人该死吗 针对这间存在20多年的夜店 是民国63年以前的老建筑 所以不适用较严格的建筑法规 讨论楼梯窄 没有设置真烟警报及试炼洒水系统 历次的消防检查也能过关 再加上Pub不属于八大行业 这家店以饮料店申请登记 事实上就是动辄几近上百人的热门夜店 胡志强把矛头指向中央法令不完善 所以这家夜店可以合法营业 却不一定是合法存在 议员听了直摇头 用饮料店为名来做所谓的夜店 有几间 手上有的数字台中市是66家 我看不到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这个都是合法存在吗 对胡志强的专案报告不满意 绿营议员要求直接把胡志强送监院调查 但被主席拒绝 会后胡志强表示 未来战队人数还有不完善的法律会再加强 电行法令没有限制最大容纳人数 多如牛毛的法律当中 好像它会有这个意外的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定定台中市自己的防火自治条例 一整天台中市议会炮声隆隆 绿营议员要求台中市长胡志强 比照当年威尔康大火案 停职接受监院调查 也希望这次的惨案 能让政府单位重视派为夜店管理松散问题 不要再让年轻生命白白断送 记者黄兄赖世杰台中报道 今天是妇女节 老委会特别针对女性在职场上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有超过三成的职业妇女 因为要兼顾家庭和工作 感到长期睡眠不足 甚至会因此影响到她们的工作表现 林小姐在商场里顾店卖包包一天工作超过八个小时几乎都是站着 虽然她还没有结婚但身旁有些同业结婚却很难怀孕 就算怀孕了也因为一直站着过程不是很顺利让她也很担心 担心会不孕啊 因为站着还是会有压力在啊 业绩也会有压力啊 台湾生育率创新低 政府也一直鼓励生育 不过老委会调查却发现 公司如果需要轮值夜班 长超时加班 管理严格 长时间久站或坐着 女性劳工流产的比率明显增加 有轮班的这些的公司 我们求她的平均流产率 然后跟没有轮班的公司的平均流产率来做一个比较 那大概是13%跟5% 老委会认为如果问卷是由个人而不是公司填写 流产的比例应该远高于13% 职场上升不出小孩的职业妇女不少 但有了小孩的上班族女性也有不少烦恼 已经有一部分会影响到她的睡眠时间不足 而且她睡眠时间的不足呢 有6%的人已经会影响到她工作的表现 职业妇女在家庭跟工作上蜡烛两头烧 再加上不少工厂的生产线 甚至是电脑的办公桌椅都是以男性为主来设计 让女性骨骼肌肉酸痛的比例远高于男性 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 但女性在职场上的待遇还需要雇主多点体贴 这也陈淑君张国良台北报道 来看看妇女节的手语应该要怎么比呢 小指头代表女生 回一圈表示妇女 加上节日的手语 学院的手语接着来看 不许职业妇女压力大 家庭主妇的责任也不轻松 除了家务要做之外 更是家里头老人跟小孩的全天看护 身心都受到极大的压力 不管是整理家务烧菜做饭 还是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小孩 妇女一直都被期待承担这样的责任 也让许多女性牺牲就业的机会 老的小的都有啊 还有家庭的一些打扫啊煮饭啊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女人 传统的女性的角色 被期待是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长期从事居家服务员培训 彭宛如基金会观察 光是最近三年 培训的家管员增加200人 受服务的家庭更增加6000多户 这也代表女性的家务负担 并没有因为时代进步而减少 男性怎么一起参与照顾工作 而不会导致家庭 反而因为小孩负担重更适合 所以类似在这个状况中间 都是我们应该要去发展的方案 而不是只是说用一个钱 以为他能够处理所有的事情 老委会调查 10%的职业妇女回到家 也是家中幼儿或失能者的主要照顾者 为了减轻妇女的压力 目前政府已经在规划支持系统 希望让女性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怎么样去建构一个 比较完整的长期照顾体系 然后能够让社会各界 连同国家一起出力 来帮忙照顾我们未来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 让妇女能够保持她一个发展自己的才能 今年的全国妇女国事会议中 分别讨论妇女的就业 教育 人口 社会参与等八大议题 行政院更将在民国101年 成立直属院长的性别平等处 专职专人 推动两性平等相关事物 让女性不分领域都能贡献自己的才华 记者怀疑妆之常台北报道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林立军 今天我们要来学跟饮食有关的手语 我早餐 常常吃馒头 手语的结构是 我早餐 馒头 吃 常常 馒头的手语就是一手打开 一手模仿馒头发酵膨胀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我早餐 常常吃馒头 akk 常常喝